新春佳节 台湾的政治人物们 也纷纷借着新年的到来 参拜宫庙给民众发福袋 送祝福拼人气 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被外界猜测 有意参选2024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初五来到宫庙给民众发福袋 也借机大谈未来畅想 就在同一天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宫庙参拜 发给民众发财金 吸引大批民众前来索取 我们更重要的是 大家让台湾 未来每一个人不婚离我 族群党派可以携手合作 此外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来到高雄参拜祈福发福袋 同一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也在高雄发发财金 被问到是否跟赖清德比人气 柯文哲笑说比这个没意义 不会啦 比这个没有意义 我认知名度不等于自治度 这我非常清楚